哈囉大家好 我是Linda 我現在人在泰國北部跟緬甸交接處的 Bi P.A.I 他們都念拜 然後我看中文的Wikipedia上面是寫拜線 就拜拜 拜拜的那個拜 然後這一次呢其實是受到泰國北部的觀光局的邀請 來參加一個清邁這邊的單車賽事 那今天是這個賽事 它不算一個賽事 它其實是一個單車的活動 有點像是我們台灣的中央山脈那樣子的挑戰賽 就是它舉辦了三天兩夜的活動 那今天第一天我們早上從清邁出發 總共騎了114公里到終點 然後我們就一路從清邁一直往最北的地方 騎到一個緬甸接壤的地方 然後騎到這裡拜總共是爬升2000公尺 那其實這個路線整體來說它不算真的很難 因為雖然爬升2000但是你想它分散在114公里裡面 我的錶從頭到尾沒有破15 破度 所以其實沒有真的非常的困難 它比較像是 我覺得它不是大三 它比較像是秋林的地形 就rolling這樣子一直上上下下 所以好好的換齒筆調整呼吸 其實是可以就是輕鬆騎 也不能算輕鬆就是可以有一點累的騎完 但是呢我覺得最大的一個痛苦點就是 其實現在是二月啊 因為台灣是冬天嘛 雖然說今年冬天不冷 可是今天清邁出發之後 早上在清邁就還十幾度很舒服 17到20 那個時候我穿短袖然後是不會流汗的非常舒服 但是呢越接近中午的時候就開始溫度飆升 接近30度然後到下午2點的時候 喔我們真的是快曬昏 看到那個車表上面顯示38度 然後水我已經真的不知道補了多少瓶 一直狂補 然後工作人員一直過來 因為我們這是來賓 所以他們真的是蠻照顧我們的 但其實不是只有對我們是這樣 是對所有車友他們都是這樣 就是工作人員的車子一直機動補 它就是來來回回 然後手上有很多飲 車上有很多飲料 都是冰的 就整個非常的貼心 因為溫度真的太高了 那也有很多外國朋友參加 大家都就是超級稱讚 因為其實拜啊 這個縣它在泰國有泰國的瑞士之城 就是這樣子一個美譽 因為真的它就是比較 嗯 比較 比較幽靜 然後就是非常大自然 一個很漂亮的地區 那因為它其實冬天的時候 是很綠很漂亮的 那我們這次來 對他們 就是拜這邊來說 已經快要夏天了 所以 那個樹葉就是有點 綠綠黃黃枯枯的 然後正在掉 所以風一吹 整個就很漂亮 很像下樹葉雪這樣 也是蠻有氣氛的 然後我覺得 泰國的單車賽事真的是蠻特殊的 因為我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泰國的單車活動 之前都是受邀去日本 那日本人大家應該都蠻熟悉 因為就是很謹慎啊 然後安排得非常好啊 很有禮貌 車友們也都彼此就是相當的有禮貌這樣子 但是泰國這邊是截然不同的一個感覺 就是大家都超級親切 然後像我們在路上就跟很多人聊天 他們都知道我們從台灣來 那即使有的人英文不是很新 可是他們都很盡力的想跟我們溝通 然後再加上泰國有很多華裔的人 所以其實他們是會講中文的 即使平常沒有在用沒有很通順 可是他們都會很想跟我們聊天 就整個很可愛 然後有一些外國人就是也是很 像我們今天就認識一個韓國女生 就整個人都很好 就是有點是用單車交友的感覺 我覺得這種感覺就是我還蠻珍惜的 然後今天回到今天住的度假村 真的是徹底傻眼 大家如果有看我IG Instagram的 story 限時動態就知道 我們剛剛晚上party的地方啊 就是是在游泳池旁邊的一個開闊的整個 其實在台灣那應該是可以辦婚禮的場地 然後整個那種超漂亮 然後有今天現在正在表演 大家如果聽到背後有點音樂的話 那個是今天一大早領旗的人 其實我騎在我們有三個來賓 兩個泰國網紅跟我 我們三個騎在領旗的人後面 但我早上其實不知道領旗的那個人是泰國的大明星 然後剛剛就是他上台 然後我們問那個泰國主辦單位 問泰國朋友說他是誰 因為他唱歌太好聽了 我們就問 結果他們還說 他其實是泰國相當有名的大明星 然後我們查Wikipedia才發現 天啊他超紅的 約末代就是可能就是一早 林俊傑先領旗 然後我們騎在他後面 然後騎一騎晚上吃晚餐之後 林俊傑就上去唱歌 差不多是這種感覺 這整個超酷的 然後參加的人也都非常非常的 就是很活潑 就是有一種加年華會的感覺 然後最後 我因為人在外面不是很方便剪片 所以先大概口頭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後大家也都可以上我的粉絲專頁跟Instagram 去看我即時PO的一些短的影片或者是照片 這次有跟很多泰國網紅一起騎 他們都整個超可愛的 然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今天獲得 騎完兩千爬升獲得的 登登獎獎牌 我們今天把車禮脫掉的時候超級臭的 因為真的太熱了 流滿身都是還好久沒有這樣 好久沒有這樣流汗其實還蠻痛快的 然後非常非常期待第二天 第二天的行程呢就是在拜這個地區 你可以騎20公里也可以騎40公里 因為基本上明天就是觀光的散心行程 然後會有人帶我們騎車 繞一下拜這個地區這樣子 所以你可以選比較簡單的10公里 也可以選比較難一點點的40公里 大推 之後我回去呢會把影片帶回去 然後再給大家一些就是比較 詳細的行程 那希望大家明年有興趣都可以跟Linda一起來 超級超級推薦 因為大家知道就是清賣這邊的消費啊 其實對台灣人來說是非常非常便宜的 所以你買什麼都不會想太多 要殺價也不會太難殺 超級推薦 就是像Linda昨天那個 我在台灣真的是沒有空做指甲 然後 昨天 就趁賽前 就先去按摩一下 然後做個指甲 開開心心今天就是 飄飄亮亮亮來騎車 就是這些花費你都不會太心疼這樣子 大推薦 尤其是這個時間呢 其實是台灣的冬天嘛 如果你害怕了台北濕冷的冬天 可以換個心情 在2月的時候來清賣參加這個賽事 超棒 好剩下詳細的分享等Linda回到台灣 再剪給大家看囉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見 喜歡我的影片的朋友 記得在影片下方按喜歡 訂閱Linda Love Cycling 同時打開小鈴鐺 這樣Linda有新的影片上線才能通知大家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見 我要繼續的清賣騎車囉 掰掰